歡迎收看9月1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楊子萱 新聞一開始首先帶你來看到 花蓮市和平路178項 在上個月凱米颱風的4月下 出現了積水的狀況 一個月以來每當下起了大雨 住家前便會出現積淹水的狀況 而為了改善相關的問題 花蓮市公所在日前 則是特別前往會看 其實颱風來變成 它的山上水下的很多 就是我的出水口是用紙的 紙的出水口針對大排水溝 結果我的水溝要出去的水 大排水溝的水已經滿上來了 我的水沒辦法出去 被人把我堵死了 馬路都沒有淹水 我出去了馬路都沒淹水 但是我的水溝沒辦法排出去 我的水溝變成這樣一直下雨 說一直上來 變我們今天比較低窪就全部淹水 香氣開米颱風當時的情景 居住在和平路178巷的林長林偉利表示 住在這裡60多年 好雨造成積淹水的情況已經很久沒有發生 但颱風過後一個月來 每當下起大雨 住家前便會出現積淹水的情況 他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這樣有嗎 這樣有嗎 為了改善相關問題 華蓮市公所在日前特別辦理會堪 由市長維嘉燕協同建設課工程隊 縣府下水稻科等單位人員 與多位代表共同研拟改善方案 幫助民眾未來不再因下雨而擔憂 剛剛也跟課長研究 是不是說我們在排水的部分 然後有一個我們這個部分 可能要節彎取值的部分 我們會來看看要找我們工程段位來做一個設計 也希望說淹水的這個部分 讓我們這邊178巷的居民免於淹水之苦 也要感謝我們代表會跟我們里長 可能未來暫時有一些間歇性的雨的話 我們會安排我們抽水機坐在這邊 因應極端氣候 城市排水系統更受考驗 希望透過改善工程 來協助當地居民免於淹水之苦 記者 許立芹 華聯市報導